剛剛民進也講要互相尊重 完全同意 而且也確實如說他剛才講的 在一場遊行它是動態的 因為大家在走 所以你的鏡頭取到哪一個角落 有人沒有人 其實都是很容易被抓出來的 所以我相信 那我剛才也跟 我也認同是說 其實兩邊都非常多人 然後兩邊都做一個 很好的民主典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韓國瑜這個人奮技 做得非常不好 因為兩邊在昨天遊行結束之後 互相去攻擊對方人數少這件事情 你私底下這網友吵來吵去就算了 怎麼會是一個市長 而且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帶頭來做這件事情 不應該的是這個 我相信兩邊已經都會吵來吵去 這邊會說你人少 這邊會說你人少 但是你怎麼會自己用這一塊 而且用這個很奇怪 一個明明是我們都肯定 我也肯定韓粉他們的這個 我們覺得這就是個民主典範 但是你不應該說 這個好像用一個很負面的方式 這件事情大家回想一下 剛才講的這件事情是我們八月就申請 然後他們是非常短的時間 在十二月五號才申請 然後十二月二十一就辦了這趟遊行 而且事情很多的揣車跟抹黑 我會講我真的這一個禮拜 我其實睡不太好 因為我就很擔心 因為我辦了這趟遊行 很擔心會發生事情嗎 對 我帶了幾十萬人上街頭 我做一個主辦人 我有很大的責任跟壓力 真的壓力好大 可是他很輕鬆 他就是呼應一下 要賣一個島友然後浪的罩 浪的罩啊 對啊 本來是要等完全來沒有啊 我是嚇得要死 所以這件事情是說 有沒有把這件事情真的當 認真當一回事來看 然後我們很認真 如果剛剛看到很多的畫面 索爾的這個布條旗幟 到遊行終點的演出 最後每一個五米大的進球的生氣 我們有一個人像一個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接一個大場地 所以在這邊變一個 聖石製的一個圖像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圖像設計 背景出身 我也在想說怎麼樣 讓這個東西和平歡樂 充滿畫面感的 我們然後安全 那這一次也確實因為大量警力的投入 還有事前大量的這個呼籲 所以才能夠造成說這件事情 最後是一個和平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要肯定的是兩邊在這件事情 但是身為這個 就好像我是這個遊行的領導人 當然我不是市長 我也沒有那麼高的規格 但是呢 我不會在我的臉書上面去攻擊 要不然你也偷一張嘛 對 我沒有偷一張 在板凳上面沒有人做啊 對 那是兩邊的支持者 有沒有互相去 不需要這麼做嘛 對 兩邊互相攻擊對方的這個人數上 有的我們都有看到 但是不應該是這兩個活動的領導人 來帶頭做這件事情 對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奮進 好 惠明你怎麼看啊 因為韓國瑜他就說 真正的民主就是要大聲說出 你喜歡誰 討厭誰 然後他就真的自己就在那個臉書上 PO一個說是什麼民主的遮羞布 但我們大聲說他還沒尊重我們 他把我們當沒看到一樣 他隱形的翅膀應該是唱我們吧 就是在場的人 沒看到你們隱形了 他以為那是斗篷嗎 就是哈利波特的斗篷 我覺得這有點荒謬啦 就是他該怎麼說 就我們其實高雄市民來講 我們已經不太care說他再怎麼說 因為他的那個下限是沒有底線的啦 所以這個我們不會在乎 那我們自己其實比較在乎的 作為一個高雄市的市民來說 我們比較在乎的說是 第一階段的連署書送出去以後 接下來25天就選後 只要查驗完畢 要開始第二階段40天就要完成的 我們是非常非常希望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在遊行現場 有聽到大家也會對這事有點擔心說 會不會沒有辦法到最後 走到罷免這個地步 就是選完就算了 那台北的人這樣講 然後我們高雄都不行不行 你們不能把全國的問題留給我們 這樣是不公平的喔 我們已經少壽一年的這個 已經有點抬不起頭來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能夠 大家能夠高雄市民這邊 我們其實是有很大的力氣 希望能夠把第二階段的部分做完 那韓國瑜他就用民主程序 把他淘汰掉